师父 这盆药汤也烧好了 给师叔加吗 再加我就熟了 最近身子那么虚 还不多加点热水 师父 你的伤还疼吗 那伙强盗从哪儿冒出来的 等你们养好了伤 咱去烧着他们的老巢 没事 那伙强盗 已经被你温叔杀光了 都杀了 成岭 您赶快去把这些药磨成粉 好 阿絮 你边黄的本事可真够差劲的 什么强盗能将你我打伤 也得亏咱大徒弟傻透了 我边黄的本事自然不如你 要不然你来编一个 阿絮 我不想再对成岭撒谎了 你别过来 你就站在那儿听我把话说完 有些话 看着你 我可能就说不出口了 成岭之所以家破人亡 我并非 全无感谢 明日血血清湖派的是你 不是 你记不记得春天是江湖中遍地流传的一首 五湖水天下会的歌谣 忘不了 忘不了 但这首歌谣的下半句 菜云散 琉璃碎 青崖山鬼谁欲背 是出自我手 我知道 一旦自己散播下这颗怀疑的种子 消息自然会不惊而走 所有觊觎武库之人 都会像苍蝇剑蟹一样盯上五湖吗 可是 我不明白的是 武库明明是一群人的决定 到了该承担后果的时候 五姓兄弟在哪儿 我爹爹为了维护他们 至此对武库的秘密守口如瓶 可他们却置身事外 当我全家被逐出神医国 被整个江湖追杀猎捕的时候 他们在哪儿 他们就能以牙还牙 为何我就不能以血还血 老温 老温 这些年来 支撑我活下来的 唯有复仇一个年头 可是当我后悔 一切已经积重难返 阿絮 我不是没曾想过向你坦白 可是即便你能原谅我 我又该如何面对成岭 虽然我不杀博人 博人博人却因我而死 我对成岭所做的 相较于五湖盟对我 又有何区别 那我问你 血洗净湖派的人到底是谁 你知不知道 可能是鬼谷中出了叛徒 也有可能 是有人想假扮鬼谷嫁祸 反正 够了 等大巫来 把我这倒霉的伤治好了 你我一同出去查明真相 替张家报仇 不 到时候啊 你再和成岭解释清楚 不过话说回来 到时候成岭要恨你怨你 你可都得受着 不想面对 难道就不面对了吗 我管你什么谷主妖主 首先你是我师弟 等你泡好澡啊 就赶紧去给我和成岭 弄一顿好吃的 人生 不过一日三餐 何必担忧什么千古愁啊 庸人自扰 好 成岭 来 喝口茶 谢谢金文叔 来 师父 好辣 老温 真缺了大德 你前几日不也是这样 骗我吃辣的 既然这是你们昆州人 捉弄人的传统 我这样回京令图 有何不可 还来吗 周庄主有礼 平安 可是大巫来了 抱歉周庄主 大巫那边 要稍微还几日 他要为您定制一种奇药 可是大巫有办法治疗他的伤了 这个小的就不敢妄自猜测了 文公子 不过应该是大有弊异的 我家爷说了 只要这路上顺遂 他们应该是可以赶得节来过年的 寒冬腊月 我家爷 辛苦七夜为我劳苦奔波了 叶先生 又来信了 请您过目 师父 师父 这个花纹 是山河令 高伯伯原本和叶前辈 各职一块来着 叶前辈要牵头重开英雄会 铲除鬼谷 太好了 师父 咱们能去吗 阿絮 这么晚了还不休息啊 你不是睡不好吗 这些醉生梦死已经晒干了 碾成粉便可以入药了 庄里的那些醉生梦死啊 想必年份已经久远 药性都已经失效了 我帮你吧 你这不是在抹药吗 我这个药不能治疯病 我帮你弄干净 你这不是在抹药吗 是 别以为你想什么我不知道啊 你要是再敢瞒着我 擅作主张 大师兄打你 我快冲你 我 我哪敢呀 我不是早就预料到了吗 早晚政协必有一战 所以才将阿湘他们早就支开了 除此之外 这江湖正道是否剿灭鬼谷 和我有半毛钱关系 让这些痴妹亡俩早点死尽死绝 对世间百利而无一害 那你还在担心什么 阿絮 我到底要瞒成岭到什么时候 瞒都瞒了 我也有责任 那还能怎么办 只能先瞒下去 等我伤好了 我们去找到灭镜湖派的凶手 然后再一同向成岭坦白 反正啊 咱俩已经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谁也撇不开谁 就是我堂堂温谷主 如此心狠手辣的一个人 怎么突然变得婆婆妈妈 买一个孩子都心有愧疚 骗了我这么久 怎么说呀 阿絮 你这磨得也太好了 我一闻便困了 我就先睡了啊 你也早点休息 多稳点 早点休息啊 早点休息啊 饿鬼头子 一旦找到了真正回人间的路 就变回人了 一个普普通通婆婆妈妈的人 会向往没有秘密 没有阴霾的日子 会希望有个人 一直陪着她